好 基隆市長謝國良罷樑危機持續延燒 而國民黨是動員了顧樑行動喊話支持者 必須要出來投下不同意的罷免票 而藍營則是轟綠營是藉由國家機器來罷樑 至於基隆議長則是辟謠說不要亂牽扯 罷免謝國良不同意 國民黨秘書長黃建廷立委業員之林沛祥 合體基隆市長謝國良 就是要對柴樑罷免正面迎擊 我對國良充滿信心 但是我對現在的選罷法非常擔心 民進黨如果請全黨之力 甚至動用國家的機器 他要投出七萬六千票的同一票 有困難嗎 沒有 我認為機會很大 才說對謝國良有信心 但也說投票達標機會大 讓支持者有危機意識 黃建廷在點出選罷法 統平民進黨造成社會動盪 而同樣罷免處境的 協議員之似乎感觸很深 在發生在我身上這個事情 同樣現在也發生在謝國良身上 罷免的背後不是說你到底做得好 做得不好 而是說他們想要把這個 把你從這個位置拉下來 先射箭再畫吧 彷彿怕明年換成字迹 又言之話越說越大聲 朱小謝國良趕忙出來喊話 熱戰艷然啟動 有很多支持國良 支持我們基隆市府的人 他最近並不曉得 這個罷免的投票是怎麼投的 謝國良呼籲支持者 出來投下不同意罷免 而中選會主委李靖勇 前一天釋炒基隆選委會 讓國民黨批評影響選物 民進黨籍的基隆市議長 童子偉趕緊辟謠 中央的中選會跟地方的選委會 是這個中央跟地方的關係 完全他們本來就是一個同一個機關 太多的聯想我想沒有必要 要大家別多做聯想 但罷良正在審查連署書 藍綠之間 言消位已經四七 記者交國風 國評侯報導